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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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是可以和业务的应用部署在一起 和它以更多的链接的方式去连接数据库 它对于数据库的链接的性能是极高的 因为它不需要再像Paxi一样做二次的转发 那么ShadingSpherePaxi是会通过模拟MySQL的协议 然后或者说模拟PostgreSQL的协议 让用户以为他们是在使用一个数据库 那么不管是用Paxi还是用GDPC 他们都会实现ShadingSphere所提供的各项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SQL的分片 数据的分片 然后分布式的事物 数据的治理相关的事情 那么用Paxi可以看到下边的绿色的小框 就是可以用MySQL的Client 或者用PG的Client 或者用MySQL的图形界面 PG的图形界面 都可以去连Paxi 它可以做到易购语言的连接 那么我们看画面的最右边有两个箭头 一个是Runtime段 也就是说ShadingSphere GDPC 它的性能会更高 并且它是一个无中心化的架构 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业务应用 使用Java去开发的时候 在运行时会性能比较高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愿意推荐的方式 那么下边的箭头是叫管理端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DBA的同学 或者当我们的易购语言 或者说可能对性能要求 没有那么极致的情况下 是欢迎使用Paxi 去做数据库的连接的 因为这样的话 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数据库 那么无论用户是通过GDBC 还是通过Paxi 他们都可以通过一个注册中心 去管理他们的配置 也就是说在注册中心里 所有的配置是同时下发到GDBC和Paxi的 他们都是完全用易战式的共享的方式 那么也就是说同样的一套数据库 可以用不同的模式去连接 然后两种模式可以混合使用 是一个混合类的架构 下边说的就是在数据分片的时候 SherlingCphere是一个非常可以定制化的 分片的策略 它不像一般的分布式的数据库 可能是需要通过一些 就是内置的分片策略来去做 而SherlingCphere是一个完全灵活的 由用户可以强力定制化的分片策略 那么分片策略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去展现 第一个方面就是用户可以用Java语言去写一个Java Class 那么这个Java Class我贴了一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有Java背景的同学 应该就稍微能看得懂 就是我们的分片策略里边有两个分片的方法 然后都叫DoSherling 它们是一个重载的样子 那么第一个方法就是当我们有确定的分片件的时候 比如说ID等于1ID等于2ID等于问号 这种情况它就会走到第一个分片策略里边来 那么这个ID等于多少想怎么分片完全由用户来确定 当然是ID印123这样的情况也是可以的 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说用润质的方式去分片 比如说它是用大于小于 它是用B2M的这样的方式 那么就会走到润质的方式去做分片 也就是说三人许地可以支持精确的分片和润质分片两种方式 那么下边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有一个叫行表达式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行表达式的方式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分片策略没有那么复杂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行表达式来进行分片 那么下面的那个行表达式是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在Dollar符里边的内容是我们的行表达式的内容 它是可以通过编程的 它是完全满足Groovy的语法去做的相关的事情 那么这个行表达式就是简单的去解释一下 就是在分片的表的名称叫Torder 那么会根据它的orderID去分成8片 orderID去磨磨8 然后如果orderID是1 那么它就会打到Torder下滑线1这一片 如果orderID是8 那么它就会打到Torder下滑线0这一片 这个是Sharing Sphere比较可以完全定制化的分片策略 那么简单介绍第二个核心功能就是分布式事物 Sharing Sphere的分布式事物采用的是整合的方式 也就是说Sharing Sphere自己其实并不提供分布式事物 但是Sharing Sphere会提供一个本地事物的API 也就是说通过Sharing Sphere的DataSource 然后像用本地事物一样去使用分布式事物 Sharing Sphere会提供一个分布式事物的管理器 那么管理器其实是定好的一层SPI 那么这一层SPI里边会分成两阶段的XA事物的管理器 和我们的柔性事物的管理器 那么XA事物的管理器下边又是一层SPI 它会提供各种第三方的对接 比如说使用Atomics去做分布式事物 使用Narayana去做分布式事物这个样子 那么柔性事物下面也是不同的API 它可以使用像Syscom的Saga的方式去使用事物 也可以使用Theta的方式去使用事物 那么Sharing Sphere在这个方面所做到的东西 就是完全以本地事物的API的方式去对接 让用户感受不到他们在使用分布式事物 他们完全就用本地事物的Commit Rollback 这样的方式Begin Commit Rollback 然后就可以去做事物 不需要再去做分布式事物的各种两阶段的处理 然后如何去回滚 如何比如说柔性事物的 如何去Try 如何去Cancel这些都是不需要用户再去关注的 那么Sharing Sphere现存的第三个核心的功能 就是分布式的治理 分布式治理这点也是列出来了一些相关的功能的列表 Sharing Sphere的分布式治理主要分成三大块 第一块应该叫服务的治理 然后第二块叫数据的治理 第三块叫可观察性 那么服务的治理里边包括的就是我们常见的 就是我们的配置的动态化 动态的刷新 配置的集中化 因为我们都会把它放到配置中心 里面Sharing Sphere的各个节点是分布式的一个集群 那么它的配置肯定是通过配置中心一点生效 然后就会下发到集群里边所有的地方去 那么第二个服务管理的能力就是熔断 那么Sharing Sphere是一个访问数据库的中间件 那么Sharing Sphere有熔断去访问数据库的能力 这个是对数据库的一个过载的保护 然后它可以更加细的去做 它跟服务的熔断其实有一点像 但是它的力度会比服务熔断会更加的细一些 因为服务熔断是熔断整个服务 而Sharing Sphere可以在服务不被熔断的情况下 只熔断对数据库的访问 别的方式比如说别的地方 比如说消息中间件了 然后Redis了这些其实还可以不被熔断 可以继续去做 它的力度会更细 然后第三个是高可用 这个里边画黄色的部分是目前正在做 但是还没有完全推上线的部分 也就是说不包含在即将发布的5.x的第一个版本中 但是会完全包含在5.x整个的版本中 高可用就是说当我们的数据库是像用读写分离的方式 然后它的从库如果挂掉了 或者说主库如果挂掉了 它会去重新选举主从并且重新设置主从关系 那么Sharing Sphere的高可用会让用户不会再有这种后顾之忧 也就是说它只要放三个数据库 它会自动的去设置它的主从 自动的去管理它的高可用 那么第二个大块就是数据治理 那么数据治理里边我们常见的就是对数据的一些管理 包括对数据的授权 然后还有对数据的加解密 Sharing Sphere可以做到就是用户不需要改它的SQL 它只需要去配置加密解密的入 然后Sharing Sphere会自动的把用户配置了加密解密的入 通过加密的方式写到数据库 并且通过解密的方式读出来 这样的话即使是数据库里边的数据被黑客攻击丢失了 也不会由于黑客无法去解密 它是无法去知道数据的真实的内容的 然后后边Sharing Sphere的三个功能是 有一个功能目前已经基本上做完了 但是还在调试中就是我们所谓的影子数据库 那影子数据库就是用来去做 用通过影子表去做压测的 就是当我们在线上进行前列路压测的时候 我们的测试数据是想去清理的 那么Sharing Sphere会自动的把测试数据放到影子库 这样的话就不用去清理了 然后它会可以和线上的压测去配合去使用 那么后边的两个功能目前还没有完全展开 就是SECLE的审计和SECLE的防火墙相关的事情 那么第三个大的功能就是可观察性 因为Sharing Sphere是一个分布式的数据库中间键 除了Sharing Sphere自己的中间键本身 还包括了数据库 也是分布式的数据库 因为它管很多很多的数据库 那么这个中间键的APM 然后中间键加数据库的拓扑关系 然后中间键和数据库的各种metrics的指标 这些都是Sharing Sphere在做的 那么APM和APM的application的拓扑 已经都做完了 metrics现在也正在调试中 最后的一个就是 当我们认为各种监控的指标出现问题的时候 是需要去做监控和去做报警的 那么监控和报警 其实可能会对接各个公司的业务系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块并没有放在开源的方面 只是留好了接口 那么Sharing Sphere的可观察性 因为可观察性有好多专业的软件去做 Sharing Sphere选择的是 不是自己去做可观察性 而是去把它的数据收集起来 并且发到可观察性的第三方的组件 比如说Skywalking 或者比如说通过Open Tracing 去发送相关的数据 那么大致的一个回顾就到此为止 我现在开始去分享的是 这次分享的第二部分 就是我们的新功能 也就是说Sharing Sphere 5.x 都会有哪些新的功能 其实5.x的开发的时间非常非常长 我们正式开发应该是从5月份 到现在应该已经有四五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5.x的功能 其实是从去年的12月份就开始构思 到现在基本上有接近10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因为功能很多很零散 所以说我可能不能一个一个的都去说 那么我就总结出来了三个 可能和用户最息息相关的大功能 然后去在这里去阐述一下 那么第一个功能叫RDL RDL是一个什么东西 在解释它之前 可能先去解释一个其他的东西 就是说Sharing Sphere 做了一个自动化的分片算法 刚才去介绍Sharing Sphere的分片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看到了 也就是说Sharing Sphere 有足够灵活的分片的方式可以去做 那么这个足够灵活的分片方式 对于Java的程序员来说 它灵活 然后它比较可控 但是对于DBA的同学 或者说对于运维的同学 对于不是Java的同学 他们用起来可能就会比较难受 所以说Sharing Sphere又扩展了 它叫自动化的分片策略 那么Sharing Sphere的自动化的分片策略 会包括像Hashi 像Range 像Tag 像DateTime 这样的方式去做 而且这些所有的自动化的分片策略 都是可以由用户自行去扩展 并且放到Sharing Sphere的算法库里面 那么举一个例子 它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在这些slide的右边去列出来了两个例子 那么第一个就是如何使用取模的方式去分片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只需要去配置 第一行就是它的type是一个取模的方式 那么第二行就是每一种不同的分片策略 它有自己不同的属性 那么对于取模的分片方式来说 它的属性就是它一共要分成多少片 如果它要分成8片 那就是按8取模 如果它要分成16片 就按16取模 所以说对于用户来说 它只要去填一下 它是要用取模的方式 然后并且它分多少片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不用管 不需要再去写Java的class 也不需要再写英蓝表达式 虽然说英蓝表达式可能在大部分情况下会比较方便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就是说它是用时间去分片 那么时间分片 我们就可以用它的type叫autointerval 那么它下面会有三个属性 第一个就是时间的下界 第二个是时间的上界 因为我们时间可能还是要设置一个边界 那么其实最关键的就是第三个参数 就是它要多少秒一分片 比如说我们要一天一分片 那就混算出来一天的秒的数量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话就不需要用户 再去管真正的数据库的应该如何去分布 然后它要如何去写复杂的分片策略 那么这个是RDL的一个前提 就是Shanesphere做了分片策略的巨大的简化 那么后边我们再去解释一下什么叫RDL RDL是Shanesphere所去创新的一种语言 这个语言和Shanesphere语言非常非常像 那么我们用它前三个字母起了这个名字 它叫Rude Definition Language 也就是说它是规则定义语言 那么对于Shanesphere来说 什么东西是规则 就是你的数据库要如何分片 你的数据库要如何的加解密 你的数据库要如何的读写分离 你的数据库要如何去配置 什么是影子库 这些所有的规则都是Shanesphere 需要用户去配置的 那么了解Shanesphere 4.x之前的用户 可能会知道Shanesphere的配置方式非常非常多 包括了就是直接使用Java Code去配置 直接使用YAML去配置 然后可以用Sprint去配置 那对于Praxy来说可能就是使用YAML去配置 那么RDL其实是提供了另外的一种配置方式 就是完全通过SQL的方式去进行配置 那么这样的话 Shanesphere其实用起来就非常非常像数据库了 因为它所有的配置不再是用户事先配置好的 而是通过SQL 然后在数据库的命令行业好 数据库的workbench也好去执行进去 那么Shanesphere会动态的去把这些配置去创建好 去生效这个样子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配置主要是分成两大块 第一块就是所谓的创建资源 因为我们是分布式数据库中间件 那么它创建资源就是说它到底有多少个数据员 它需要去管理哪些数据员 所以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create a data sources 那么data sources里边这个例子里边 是创建了两个数据员 叫ds0和dse 那么它会去把两个数据员的ipport 然后它的schema用户名密码放到里边 这样的话 Shanesphere就可以去连接这个数据库 并且把它去纳管 那么第二个创建了资源之后 那就是创建规则 目前的Shanesphere只是做了分片的规则 当然未来还会做更多的规则的创建 比如说读写分的规则都是可行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条SQL就是create sharding rules 那么这个sharding rules就很简单 就可以看到里边其实创建了两个sharding rule的规则 第一个就是要把tuser这个用户表去分片 那么就是哈希取谋的方式 是按UCID分成四片 那么第二个要分片的表是torder 那么它是直接按照取谋的方式 是按orderID分成16片 这样就结束了 这个就是sharding speed的rdl 那么rdl的存在 就可以让sharding speed从中间键看起来更像一个数据库 因为所有的东西完全可以通过sicle的方式去做 而sharding speed不再需要用户事先去配置yaml 或者事先去配置它的规则 而也就是说之前的中间键的方式 是先有数据库 然后用sharding speed去配置规则 然后让它去满足那些数据库的物理的存在 而现在的sharding speed是可以没有数据库 然后用rdl语言去把数据库 去把规则都创建好 也就是说对于用户来说 它的使用可能反过来了 就是它不再需要去管数据库 因为先有数据库 后去管理是中间键的思路 那么直接去纳管 其实就更像是一个数据库的思路 第二个功能叫可插拔内核 那么sharding speed的可插拔内核 其实从4.x就开始做 那么5.x是正式的成型了 通过一张架构图可以去看到 是可插拔内核 中间的红色的部分 是sharding speed的可插拔内核的核心 那么它其实从1.x到现在就没有变过 就是sharding speed的核心的流程是 第一步是会通过一个数据库的接入端 那么数据库的接入端有可能是gdbc 有可能是proxy 但是发到内核的里边 其实只有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我要想访问数据库的sql是什么 那么另一个就是访问这条sql里边 它是不是有相关的参数 是吧 比如说id等于问号 那这个参数可能问号是1 接到了参数之后 第一步就是去做这个sql的解析 那么第二步是去做这个sql的路由 那么第三步是去做它的改写 第四步是通过它的执行器exactor 去用多线程的方式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执行 那么最后是把执行的结果去做规定 然后最后的最后是返回到它的 返回到它的接入端去 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可插拔命台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我们可以先看最左上角的蓝色的 那个框框 它是root configurations 也就是说sharing sphere不会再去识别 到底它配置了哪些规则 它完全是通过一个集合 去把这些规则传到了sharing sphere当中 那么中间红色的部分 它是完全不需要理解 它都有什么样的规则 它只管做它自己的事情 红色的部分只是引擎 引擎里边不做任何的实线 引擎所做的东西 就是把所有的实线追加的 去放到sharing sphere 并且按照它所配置的顺序 一个一个去执行 那么sharing sphere 其实它的内核 只是提供了中间红色的部分 这个红色的部分 是完全没有任何入 没有任何的data source 都是可以直接去运行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空白的架子 那么这个空白的架子 能实现什么样的能力 其实完全是用户 可以去自己去开发的 那么我们作为sharing sphere社区 是帮用户去做了大量的 已经做的比较成熟稳定的功能 这些功能就包括 我们的数据分片 我们的读写分离 我们的数据加解密 这些相关的东西 那未来还会做各种各样的功能 那无论是sharing sphere社区 所提供的原生的内置的功能 还是用户自己去开发的功能 他们都是一等公民 就是他们都是平等的 他们都会通过Java的SPI的方式 注册到这个可插拔平台里面去 也就是说可插拔平台 其实并不知道哪些是内置功能 哪些是用户开发的功能 他不关心 他是一视同仁的 只要满足了他的可插拔平台的接口 他就能自动的去做 所以sharing sphere 其实更像是一个积木一样的东西 就是可以让用户去通过积木 去搭自己想去搭建的一个平台 而sharing sphere 除了去把这个台子搭建起来之外 那么sharing sphere会做一些社区认为 他可能更核心更重要的功能 那么其他的用户 当然可以做一些 他们自己认为核心和重要的功能 那么我们可以大致去看一下 就是每一个核心模块 他所谓的可插拔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去看一下SQL SQL的解析里边 就可以看到他其实支持MySQL的解析 是支持Postgrade的解析 然后还可以支持任何数据库的解析 只要按照SQL解析的 就是叫SQL方言解析器的接口 去实现它就可以 那目前其实简单的实现了 Oracle和Server随后的解析 那么未来比如说像实现DB2 甚至想实现非关键型数据库的SQL的解析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它完全是可插拔的 那么SQL Postgrade之间的方言 是完全互相不感知的 它们没有关系 那如果比如说我目前的Server的需求 只是去做Postgrade 它可以不接入MySQL的这个诈包 那么它就没有MySQL的功能 但是不会影响别人的使用 那么我们往下看 就是在路由的这个引擎这一块 它是有一个路由装饰器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路由 其实都是以装饰者的模式去追加的 那么分片有分片的路由的方式 读写分离有读写分离路由的方式 那么影子表的压策 有影子表压策的路由方式 它们都是一个一个一个追加过去的 那么还有others 就是用户想去做什么 其实都可以 只要满足了这个SPI就好 那么SQL的改写也是一样的 那么目前只有分片和加解密 是需要去改SQL本身 所以说目前就是他们两个 是一个改写的装饰器 那么在SQL的exactor这一块 那么它所做的东西就很多 它有一个标准的执行器 标准执行器就是发过来什么样的SQL 然后它就根据多线程的方式 向数据库去执行 那么除了标准执行器之外 还有就是事物的执行器 如果要使用事物的话 那就需要事物的执行器去包装 然后还有刚才聊过的rdl rdl是有自己的执行器 因为rdl是不需要向数据库去发送请求 因为它是需要把规则建到sensphere自身 可以去感知 那么sensphere rdl都是存在他们的注册中心里面的 所以说rdl的执行器是把它存到注册中心去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执行器 是可以发挥用户的想象去做 那么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归并器也是一样的 那么结果归并也就是说它的加解密 然后它的分片都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去归并 这个是sensphere 5.x可查发平台的一个说明 那么第三个就是目前仍然在开发中的叫数据迁移 数据迁移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是或者说叫弹性迁移 弹性迁移里边会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一个叫数据迁移的管道 那么这个数据迁移的管道在sensphere里边叫scaling 我们叫它scaling channel 那么会如果说想把数据库从两片扩容到四片 那么sharing sphere的做法是先把它的存量的数据 通过一个迁移的作业去写到新的数据库里去 在写的同时旧的数据库仍然在提供服务 新的数据库是不提供服务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想把两片迁到四片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六台数据库才可以去做 然后这个迁移的过程有可能很慢 比如说数据量真的很大 也可能会迁移两周的时间 那么这两周的时间仍然是旧的库去提供服务 新的库只是去做迁移 那么第二步就是去做增量的数据的迁移 也就是说当我们迁移的两周的过程中 它又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新的数据 那么这些新的数据是会通过binlog订阅的方式 然后通过迁移的管道 再通过Sensphere新的分件策略 写到新的数据库 当他们迁移完成之后 就会把数据源从老的数据库 切到新的数据库 这样旧的数据库就可以下线了 这个Sensphere的一个弹性的迁移的方式 也就是说在迁移的过程中 是不需要停止服务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 在迁移里面第二个重要的 就是它的调度引擎 因为迁移是一个很重量级的作业 它需要各种各样的调度的方式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Sensphere的子项目 叫ElectricJob 它目前已经进入了Sensphere的复化器 为什么它可以进入Sensphere的复化器呢 就是因为它是Sensphere迁移里面 最重要的调度引擎 ElectricJob的能力可能今天时间有限 没法去多说 那用简单的一句话去说 它就是它是一个分布式的作业调度系统 然后可以去通过分片的方式 在分布式的情况下去调度作业 让每一片 让每一个作业去执行分布式里边的一部分的内容 这个是ElectricJob的能力 并且ElectricJob它是一个可以和业务的应用 完全贴合在一起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的左上角 上面的应用一和应用二 他们其实ElectricJob是一个 只是一个Java的SDK 它和业务的应用是部署在一起的 那么请大家记住这一点 那么下一张图我会解释 为什么Sensphere和ElectricJob去配合起来 去和签移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Sensphere的迁移架构里边 它叫Inland Scheduler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内置的迁移器 因为我们其实目前有很多的迁移的管道工具 它是一个额外的工具 而Sensphere之所以它叫弹性迁移 它并不叫迁移工具 是因为我们可能更想把它当成一个叫内部的数据调度的服务 而不是说外部的从数据库A迁移到数据库B 的这样的一个管道级的服务 那么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我们从这张图的上边开始去看 就是在一个客户端 这个客户端可能是一个MySQL的客户端 去通过执行RDL 去访问了任何一个Sensphere Proxy的Instance 那这个RDL其实刚才和大家解释过 大家应该都能理解 它有可能是增加了一个资源 比如说增加了一个数据库 它也有可能是修改了一个配置 或者说修改了一个规则 就是我把分片策略改掉了 那么无论是增加了一个数据库 还是去把分片策略改掉了 因为是数据库 它本身是有数据的 它是有状态的 那么它的数据就需要进行迁移 也就是说执行RDL是给SharingSphere 发了一个信号 你的数据要去迁移了 那么我们看那个实现 就是说它是一个同步的方式 就是实现 当客户端向SharingSphere的 其中的一个Proxy 发布执行了一个RDL的语句的时候 SharingSphere会把这个RDL 写到ZuKeeper去 SharingSphere支持ZuKeeper 作为注册中心 当然不一定是ZuKeeper 也可以支持ETCD这样的东西 那么由注册中心去感知了 它的状态有变化 那么注册中心会主动的去通知 SharingSphere所有的Proxy 包括Proxy A Proxy B 所有的 它就会接到通知 那么ElectricJob 和我们的Scheduling的作业 是作为炸包 放到SharingSphere Proxy的进程里边的 他们接收到了ZuKeeper的调度之后 ZuKeeper就会自动的根据目前有多少个SharingSphere的实力 会把迁移的作业分成多少片 然后去做分片 去做调度 在向数据库里面去做迁移 所以说对于用户来说 他不需要去额外的去部署任何独立的服务 完全是在SharingSphere的Proxy 甚至SharingSphere的GDPC就能去做这些东西 数据的调度是一个系统内部的事情 并不是跨系统的数据库到数据库之间的事情 说了这么多吧 因为SharingSphere 5.x的新功能其实非常非常多 然后也做了大量的内核的调整 那么我们看一下原来的SharingSphere的定位是一个什么样子 它叫数据库的中间键 那么数据库的中间键的方式就是说 通过分片加读写分离 加上分布式事务 这个分布式事务应该可能是比较成熟的两阶段的XA的方式 然后加上一个管控端去做的数据库的中间键 那么这张图大家应该可以非常清楚的去看到 就是说无论是通过什么样的客户端 是通过C的API通过GDPC PHP.9 甚至Person Pro这种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去连SharingSphere的数据库协议 因为数据库协议是跨语言的 任何实现了数据库协议的客户端都可以连上它 那么在中间键方面其实就会分成三层 那么第一层就是我们所谓的计算层 这个计算层其实就是分片加读写分离的引擎 那么它会做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系列的东西 就是SQL的解析路由改写执行结果归并 那么第二层其实事务处理层 那么事务处理层里边会去做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事务的执行器 然后会选择到底是用XA的方式去做 还是用柔性事务的方式去做 甚至用第三方事务的方式去做 那么最下边的层其实是它的控制面板 那么它在控制面板里边就会包括它的配置的存储 然后高可用和治理相关的能力 然后还有刚才为大家所介绍的弹性迁移里边的调度的能力 和一些内部状态的暴露 也就是说可观察性这样的东西 然后完全通过一个控制台去控制 那么控制面板是要连接配置注册中心的 然后数据库是在sharing sphere的管控之外 因为sharing sphere我们看到中间的画的实体的框 它就是sharing sphere的东西 那么实体的框其实是在数据库之上去架了一个中间层 然后它和数据库是独立去部署的 这个是作为中间键方式 或者说中间键这条线路所存在的sharing sphere的现状 那么从5.x开始我们会尝试的去拓展 去把它的中间把sharing sphere从中间键的属性 渐渐的向数据库的属性去转变 那么像数据库的属性去转变sharing sphere 还缺哪些东西 或者说如果我们抛开sharing sphere 只去说一个数据库的话 它到底都应该有哪些能力呢 那么第一点就是它需要能有分布式的存储 也就是说我们的数据的存储 是不受单一节点磁盘容量的限制 它可以随着水平的方式去增加服务器 然后就能增加它的存储能力 而不是说要去换一个更大的硬盘才能去增加存储能力 那么第二个能力就是计算和存储分离 也就是说我们的计算节点 可以单独增加计算节点去增加它的算力 也可以单独增加存储节点去增加它的存储能力 它们不是放在一起的 那么第三个就是分布式事物 因为分布式事物 其实我们用XA还是用柔性事物 可能都有各自的缺点 比如说XA它可能性能真的一上 并发一上来 它的性能可能就不行了 那么柔性事物 它其实不能完全去满足我们对事物ACID的要求 那么对于一个数据库来说 它应该是能像本地事物一样去使用分布式事物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完全像本地事物一样快 然后并且在分布式下不会出错的分布式事物的解决方案 那么第四个就是弹性的伸缩 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的节点增加了减少了 然后快速的增加减少 包括我们的分片的规则产生了改变 那么对于数据库来说 它应该不需要关注 它的数据是可以弹性的伸缩的 那么第五个就是强一致的多副本 像读写分离量的方式 其实不一定能保证它的强一致 那么我们的数据如果单点丢失 它会丢失 所以说希望能用强一致的方式 去保证它的多副本 让数据不会丢失 那么Sherence Sphere 5.x之后 所做的探索就是会向数据库去多跨进一步 那么Sherence Sphere所向数据库跨进的 这个步骤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说首先刚才介绍了 我们有了RDL 用RDL就是说 可以向数据库的方式去操作Sherence Sphere 它不再需要先去配置各种各样的规则 是完全通过SQL的方式去操作这个数据库中间键 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为去操作这个数据库 那么分片是会保持不变的 那么在数据库这条线里边 我们会把读写分离换成多副本 而不采取读写分离的方式 并且在这条线中 我们会用一个全新的实物框架 去代替掉XA和柔性事物这样的实物框架 所以说大家看一下这张架构图 就能看出来就是 我们会把架构图设计的更清晰 然后它现在分成了三部分 就是计算引擎 存储引擎和控制面板 那么计算引擎里边 仍然会有一个数据库的一个协议 因为它是让用户认为它是一个数据库的最关键的东西 那么数据库协议后边就是我们的可插拔的内核 那么可插拔的内核里边 包括了查询的引擎 计算的引擎 计算引擎就是在分片的情况下 它如何去把这些结果规定好 然后还有事物引擎 然后有多副本的引擎 然后我们的多副本选用的是 用RAFT的方式去做的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伸缩引擎 然后下面其实把数据库 骂管到了SharingSphere里边 也就是说用户其实在去用SharingSphere的时候 可能可以不用关注数据库了 因为他们认为SharingSphere就是一个数据库 那么真正的数据库 无论是MySQL还是Postgre 甚至是RuxDB这种 就是不是关系型数据库的KV数据库 其实它只会变成一个存储端 它其实所做的东西只是去存储数据 别的它是不会做了 那么在存储引擎这一块 然后会有一个RAFT的Server 然后可以做副本的方式去把数据 发到真正的存储端去 这个样子 那么最右边的控制面板 就会去控制一些相关的东西 比如说它仍然去控制它的配置 这个配置肯定就是数据资源的配置 然后还有就是分片策略的配置 那么也会存储它的原数据 原数据肯定会包括所有的数据库的表信息 这些相关的东西 那么下边的LSN其实就是我们去实现一个新的 Transaction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它所需要的一个全局的LSN的生成器 那么高可用和治理仍然还放在控制面板中 然后包括一些全线的控制 可分担性调度 UI这些都是不会变的 所以这个方式其实是Sensphere所做的一个 像数据库方面的探索 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有两个东西 是在数据库方面很关键的 就是画红色的事物 以及画橘黄色的多副本 这两个方式 那么在Sensphere现在这套可插拔的架构里面 去加上它们两个东西 是不是会很复杂 那么下面就会 下面一张图就会给出答案 我们看到了这个仍然是 那个可插拔架构的这张架构图 那么上边橘黄色的部分 其实是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看到多副本 其实它是在路由里边会将一个副本 路由成多个副本去存储 所以说多副本的路由里边 会增加一个多副本的装饰者 那么在执行引擎 会增加多副本的执行引擎 因为它是要以Rapt的方式 去写到数据库中 并且以Rapt的方式去读取数据 所以要增加一个多副本的执行引擎 然后另外就是在执行引擎 会增加一个新的Transaction的执行引擎 这个新的Transaction 因为今天分享的主题 不是事物相关的事情 那么这个新的Transaction 因为也并没有在SharingSphere中开源 之所以在这里会和大家去提一下 就是说想做一个完全全新的事物 解决方案 是完全可以通过SharingSphere 在执行引擎中去增加一个执行器 就可以去做到的事情 那么卖个关子以后可能在有分享的机会的时候 会去和大家去聊一下新的事物引擎 以及多副本的引擎 大致是什么样子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5.X应该会在11之后就会去发布第一个版本 然后会渐渐的去 现在11之后会发布Alpha版 然后会发布Beta 然后RCE RCE2 最后会发布一个稳定版 然后到时候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那就这样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